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长陈娟恩手持崭新设计的奖杯 与设计界大佬名家共同宣布 2024台北设计奖全球征舰正式起跑 迈入第17年的台北设计奖 为了加深品牌印象及崭新面貌 也推出全新识别形象 由台北的北智与台北旧城独有的五座城门结合 象征台北设计奖无限创新的精神 我想今年比较不一样 我们从2008年开始 我们台北设计奖走到现在 我们今年让他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去迎接来自全世界的设计师 设计界的好朋友们 所以我们今年以台北城门东南西北 加上小南门五个城门的意象 重新去做了我们的整个活动的属识别 那我们也给了一个新的slogan 叫做设计不设限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领域 在每一个角落 在每一个面向我们都能够用 不被框架所限制住的设计 来去重新给台北更多的生命力 给台北更多的设计力 台北市产业翻展局长陈娟强调 将从2008年开始 历任五任市长的台北设计奖 进行品牌载造 就是希望让世界一看就知道 这是台北设计奖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去创造一个主要的识别 也让台北设计奖 这个已经在国际的设计圈 其实富有名号的一个奖项 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主识别 让大家看到这个视觉就知道说 这是台北设计奖 虽然未来也是会沿用的 是 这个主识别就会一直沿用下去 代表了就是台北设计奖的精神 我们的开创 我们的包容 我们的共融 除了强调创新 北市府也期盼设计作品 能实际应用在现实生活 同时呈现永续共融精神 这次记者会举办地点 龙井时光生活园区 就是2023年台北设计奖得奖作品 今年我们也很着重在应用上面 我们希望让好的设计的作品 能够实际的使用在市民的生活之中 让这座城市有更多的设计感 创造更多不同的活力 不同的面貌 也让这座城市能够更加的国际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永续 因为静龄碳排 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施政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设计当中 把永续共融 可以融入在我们的设计理念当中 让这座城市不只是设计 还很永续 奖杯形状也以组试别设计 金奖 金选 银奖 铜奖 循环设计奖 社会创新奖 协会特别奖 及评审推荐奖等 今年总奖金额度也调升到440万元 就是希望吸引更多好的设计作品 设计其实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提高一些奖金的比例 去能够让更多好的设计作品 愿意来参加我们台北的设计奖 所以我们今年确实我们在奖金的上面 比起去年 比起往年有做了一些些微的调整 台北设计奖分为国际竞赛 及台北城市设计选拔 其中国际竞赛更是台湾唯一被世界设计组织 国际设计社团 及国际室内建筑师设计师团体联盟认证的设计竞赛 选拔活动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0号截止 入委名单预计在8月23号公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